有今儿36岁的抗热者在健康减载的时候发现 它的雷风湿性的营阻不正常 欢乐自己会出现雷风湿性的观察炎 特别来到市里边他做减载 雷风湿性的观察炎是一种免疫系统以上的慢性别 通常会做生环节的观察发扬到变形 目前并没有有好的五红药物 但是可以对改变生活的习惯来做有好的五红 其中他的改变和保持持续的健康 这边亚洲病也是最东西的五红药物 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 我们从不管是生活形态或者是饮食方面来着手 那的确有助于预防雷风湿性关节的发生 那比如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抽烟 我们抽烟的话会导致雷风湿性关节的发生风险会增加 那戒烟是有助于降低雷风湿性关节的发生风险 那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如果有抽烟的话 那最好能够早一点戒烟 那可以降低自己将来发生内风湿性关节的发生机会 那第二个亚洲病的部分 那目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说 亚洲病跟内风湿性关节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保持自己的口腔卫生 那确保说口腔里面不要有太多的细菌 那这个也可以预防说我们将来发生内风湿性关节 当时做好因此控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医术表示可以参科地中海饮食的方法 可以吃较多的虚肉跟素菜水果 要不要吃烟肉跟精致糖类跟甜点点点 饮食的部分目前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 地中海式饮食是有助于预防内风湿性关节 那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的原则 包括说蔬菜水果要多吃 那尽量吃犬骨类 尽量不要吃精致糖类 那鱼可以多吃一点 那特别是一些油脂含量比较丰富的鱼 像秋刀鱼、青鱼、鲑鱼 这些鱼类可以多吃一点 那红肉少吃一点 猪肉、牛肉、羊肉 这些红肉少吃一点 甜食也少吃一点 这个是地中海式饮食的原则 因为雷风湿性的关节炎 是一种遗传相关的一杯 所以如个家庭的主路 也才是兄弟姊妹有出现病症 这样自己叠到的风险 可能是一般人的三杯 对处民众也需要得家来注意 可以对改分、保持水器的健康 控制饮食 专方民来做有效的无红 但是问郭伯郁蔡博德 那这些东西都没关系 这些东西都没关系